各位茶友好 我是玉秀哥茶园的老王 今天咱们来跟大家接着聊 君祠的主人碑 上次提到君祠主人碑之后 有很多茶友就给老王留言 说老王那你说君祠主人碑 外面有那么多家在做 因为现在也不只是 只有宇宙在做君祠 很多地方都在做 包括景德镇很多地方 我们如何来判断 一个君祠他的好坏 老王今天就给各位茶友 简单的聊一聊 我们在挑选君祠主人碑的时候 应该看哪些点 首先作为挑选主人碑 最基本的就是行 君祠主人碑 其实大家最好还是挑 手工制胎的 基本上老的这个君祠 大家都可以看到 它这个底足就能看 它是两刀修胎 有一刀修胎 它这种形状 首先是大家要看一下 是不是自己喜欢的形状 然后最好是手工这种修胎的过程 然后因为君祠的这种胎 一般颜色都比较深 所以它也比较粗一些 所以它会比较粗犷 可能不像是很多 有些白瓷那么的细能 但是在这个里面 实际上我们也要看一下 它有这个工艺在里面的 像这两个 这个足底 这就是两刀修的 那么像还有一些像这样的 就是更有特色一些的 这个胎领 这个足底 这是有一个三足 那么这样呢 就是说我们首先要先看这个形 然后第二个呢 其实对于君祠来说呢 我们一上来 大家可能都听说过一句话 叫做这个 加油万贯不如君祠一剑 那为什么有这么一个说法呢 这个实际上呢 我们并不是说这君祠 真的有多贵 就一定贵就好 而是实际上这个君祠里头 有一种叫做君祠无首 双的说法 因为他君祠面上形成的 这种右面的颜色和摇变啊 每一只 他都是独特的 所以实际上 这就是给我们茶友 留下这个挑选的 最有意思的一点 就是你挑的这只君祠杯 一定是这个 全天下 绝无仅有的 他因为不是由人 能控制出来的 他是在摇变的过程当中 会有部分变化 所以即使用相同的这个 这个胎幼啊 放到这个炉子里去烤 我们去烧 也未必能够烧成一样的效果 所以在这里来说呢 这个 看这个君祠的这个纹理啊 就变得特别重要了 那么这个里头来说呢 我们经常的 看这个纹理啊 就是要看他的这个奇特性 那基本上纹理呢 分成两部分 因为君祠呢 首先第一呢 就是我们说的摇变色 这里面是仔细看的 虽然是大面看是一个颜色 但是这里面实际上是有纹理的 这里就包括有珍珠点啊 鱼子利啊 然后珠网纹啊 当然最有名的还是这个 泥鲲走泥纹 因为君祠的这个 它这外面的鱼啊 它是一种乳酌鱼 乳酌鱼 那么实际上呢 我们用这只来看啊 这个虽然在这个摄影机下面 可能看不了太多细节 但是乳酌鱼实际上 大家可以看到 它是在烧着中的 还有流动 所以大家如果仔细看 或者用放大镜看呢 就能看到 在这个里面呢 实际上它是有类似像 就是像这个泥鲲走过的纹路 是这样的 很有情趣 所以这也是君祠变化 给很多的这个 君祠爱好者带来的 这个所谓的乐趣 那么第二个呢 君祠里的纹路呢 实际上是君祠是带开片的 所以它开片结合了这个纹路呢 就会变得很有意思 那我们来看这只吧 那这只它其实开片 就非常的非常清晰啊 那这个外面这能看到 它是有开片的 君祠是有开片的 那么这些开片呢 就是实际上 我们说它也是给带来了很多的 结合着它里面的这个纹路 带来很多的这种变化 那么然后呢 我们其实除了看这个以外呢 很重要一点 就是我们要看右色啊 右色基本上君祠 其实以红为贵啊 就过去说这君祠上有个红尾贵 当然呢 纯色的君祠也是非常难得的 这个里头包括有这种天青的君子 也有大青天 大蓝天 有这种说法 那么大家可以看到 老王的这一只呢 就是这里有一片红了 这里有一片红 这里有一片红 然后这其他的颜色就是有类似接近于这个湖蓝青啊 天青湖蓝青的颜色 非常漂亮 非常自然 那这只的里面呢 外面这个就实际上是属于叫红 里面的这个紫色 就是大蓝天啊 非常的紫 很耀眼 边上的这种像朝霞红 玛瑙红 宝石红的这种感觉 那这就是君祠 他非常有魅力的一个点 那么当然这个 我们其实这个没有 手头没有那么多案例 但是实际上大家如果见得多 就会发现君祠其实 也有很多种优色啊 包括谢可青啊 包括善于黄啊 吉翠 黄斑点啊 蛇皮绿等等 还有很多 那比较常见的就是红蓝啊 这两色的相见君祠会比较常见 那么实际上呢 我们在看这个君祠右面的表面的时候啊 大家可以看它是形成了一种光泽 那这种光泽呢 其实大家要跟这种贼光去区分啊 这个在很多的这个玩君祠的玩家嘴里啊 说这种光叫嘎力光 就我们所说的贝壳光 它其实是一种 呃就是很光亮 但坚硬的那种感觉啊 呃所以它就会给你一种像珍珠光贝壳光那种感觉 它并不是那种贼光的感觉 因为你可以看到它表面有很多的小气泡和坑蛙 但是它仍然有光 所以基本上来说呢 我们在看这个右面和纹理之后啊 来评价一个君祠的这个好坏呢 其实我们也可以看这么几点 第一个呢就是它的这个 首先它这本身的杯子的这个右面是否润 因为它乳膜又啊 那像大家看老王手的这只啊 在灯光下看就像抹了油一样 那这种就叫润 那所谓的润呢实际上还是按照我们中国人喜欢的就是跟啊 玉器啊来比较的这种感觉 第二个呢就是大家要看它里面的纹理的变化 活啊 所谓的活就是它不能是非常死板的一朵啊 而是相对于来说啊 有一定的这个变化啊 大家可以看到像这种呢 就是它的这个红蓝香蕉的变化 是活灵活现的 而且它的这个之间的这种交汇的这种啊 纹理啊 并不死板啊 而且呢 它这个我们所说的这个君祠好的君祠的口言 虽然它的这个右面很厚 但是它口言的这个地方啊 应该表现出这个秃棱啊 那这些地方就要出金 我们所说的就是要很锐利摸着很 而不是那种肥润的感觉 这就是湿又湿得很好 所以大家看好的君祠这个边缘啊 一般都是都是要有一定的这个出棱啊 出金 就是没有特别肉的那种感觉 那它不会出现那种死板的感觉 而且呢 我们也会感觉到它这个右 与这个胎之间啊 紧密结合 没有脱右的一种现象啊 没有脱右的一种现象 那另外一个就是说 如果是纯色的君祠呢 它就要求它的颜色相对纯 如果特别纯的君祠的颜色 像包括那种天青啊 天蓝月白啊 这种也是非常难得的 那这种其实老王在别人那里看到过 但是呢 确实手中也没有 所以只能给大家做一个举例 那最后一个其实对于很多茶友 或者是这个玩主人杯的这些朋友来说呢 这右面的变化才是君祠最大的一个 怎么说呢 有信力的地方 那么我们就以这只杯子为例哈 那它其实这种蓝色跟红色交汇的变化呀 它是一种五彩渗透的过程 大家仔细看 它里面并不是突然一下就变过来 它是一种渗透的过程 而且同时出现了一种特别复杂的颜色 就出现这种叫青中透红 红中有蓝 蓝中有绿的这种感觉 它是富于变化的 那这一点呢 也是这个君祠特别吸引人的一点 仔细看它的这个 右面的这种交汇的变化 有的时候甚至是觉得很神奇的 这大概就是君祠给我们带来的 很多的视觉上的一种享受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